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今天自由人有很多感触 那這個感觸是來自於說 今年的大空投造成了很多人的虧損 而且是很嚴重的虧損 所以自由人也收到很多私訊 想要自由人指點迷津 但是自由人已經50歲了 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給各位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自由人拍的這些YouTube 全部都是for free 都是免費的 那裡面有很多內容 我相信對各位有幫助 那現在的自由人已經失去對交易的熱情 因為我做這一行 每天都在當中我已經做了21年了 那現在慢慢走出來 就是只有我喜歡的盤面我才會做 也不會每天看盤 我反而覺得這樣子是很舒服的一種生活的方式 當然這是因為我經歷過21年的交易生涯 我這裡要講一下 就像我第一本書講的 其實交易就是一場尋找自己的旅程 你在交易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都是在找你自己 你不應該外求 你應該是內心 外求當然是有方法的 那我覺得自由人的頻道不錯 你可以去看看 今天自由人要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也是帶給大家一個希望 在空頭的時候一個希望 我們人的一生會經歷五次大空頭 第一次的時候你剛出生 所以你不可能參與 第二次的時候你正在讀書 你對什麼是股票什麼是期貨 你也不懂 第三次來的時候你剛出社會 你沒有錢 那你想要賺錢 所以你到處學到處學 學這個學那個 那接觸了股票市場 賺賺賠賠 最後也沒有什麼賺到 第四次 當第四次來的時候 你正值壯年 三十幾歲 你有錢 那你想把你之前學的東西 運用在這個股市 或是期貨市場上 可是你也是載福載成 然後這個 空頭又過去了 你沒有把握這個空頭 落敵的最佳時機 但是你知道說 下次來我應該要把握 第五次來的時候 就是只有人認為 對我來說就是這一次 當他再來的時候 我知道我該怎麼做 因為我有交易經驗 我有賢錢 那我需要的是 優質而且便宜的股票 那今年年底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為只有人等這一年 等了14年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加權指數的月K圖 各位看到 在2000年1月的時候 指數在10393到2001年的9月 也就是911的低點 3411 這個空頭總共走了 一年9個月 經過7年之後 來到2007年的10月 這時候高點在9859 到了2008年的11月 這一段是因為雷曼風暴 它的低點是3955 這段時間總共走了一年一個月 經過13年整整13年 今年是第14年 空頭又來了 這一次的空頭的高點 在2022年的1月18619 然後這個時間會走多久呢 這個指數會修正多大呢 你們各位看這個月K圖就知道了 我們已經假設今年是空頭年 那我們回推一下 最短的空頭年是一年一個月 那我們就算一年好了 也就是說 今年1月就是要跌跌跌到今年的年底 才有可能落底 那原因大家都知道 升息無二戰爭通貨膨脹 這個就是空頭的原因 可是我是要給各位希望 因為大空頭來代表著年輕人 就好像自由人在2007年 08年串出來 我用15萬的資金 累積上千萬的現金部位 意思是說如果你是年輕人 20幾歲 你就用5萬塊做小台 每天就是錯了就停準 對了就報一下 每天這樣子增進自己的交易的經驗 一年之後你沒有死 甚至有賺到的話 我相信你就是未來的自由人 甚至超越自由人 那年紀大了 就像自由人50歲了 點不動了 也不要氣餒 你專注在你的本業 留住你的現金 然後等待 今年年底落底的時候 第四季落底的時候 買進有成長力的股票 它這個產業 是可以走5年甚至10年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產業 買了之後千萬不要賣 因為你買到歷史的低點 這時候你至少要報個5年 才能有3到5倍的獲利 然後這段時間一樣 你一樣認真的工作 5年之後 我相信你的資產 應該有數倍的獲利 這是自由人 就是在這段時間 收到很多人虧損的私訊 我覺得我在這個時候 更不要失去信心 它反而是一個機會 反過來講 它反而是個機會 所以各位要好好把握 那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禮拜三 call in給自由人 自由人都很樂意的回答 各位的問題 好 今天自由人的溫馨的提醒 就到這邊 各位一定要持有信心 就像賈博士講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